嗨 Guys 我今天第三集 今天呢要來講 我之前在Gmail Gmail就是收發信件的時候 我的打光器壞掉了 它又亮起來了 好 不管 之前在收發信件的時候呢 就是有收到 就是台灣建商 然後那時候也很特別的 收到日本建商的廣告 好 那我們先看台灣建商的廣告 基本上 這兩家都是屬於同一家廣告公司的 那他們本身就是一頁式的網站 有點像一頁式的網站 它就是一個非常大的title 然後放了591的 YouTube的影片 開箱影片 然後 他們的賞屋 就是他們的 怎麼講 他們的 什麼講 那叫什麼 那叫預售屋嗎 還是 I don't know what that's called Anyway Forget it 就是現場有哪些提供什麼樣的 防護措施 然後 關於 他們這個 建案 的 主打 湖畔 跟別人去做一個比較 網右滑都是同一筆 兩筆資料 就是告訴你各縣市 首都縣市 大都市的 湖畔的價格 然後 區域 location 包括一些周邊 直接用一個非常大的空拍 然後給你看整個現場 但是 建案本身是沒有它的圖案的 然後 旁邊 周邊的 Function 周邊的 喔 景觀 也不是景觀 周邊的 Shopping Mall Only Shopping Mall 然後 Yeah 也是 周邊的 景點 的 照片 拍得很好 周邊的 車站 照片 Yeah 為什麼用台北 這是台北捷運嗎 這是台北捷運嗎 然後 抽戰 等一下 這一張抓到了 JR 是日本欸 What 你怎麼用日本的照片 示意圖 OK 示意而已 恩 秀泰 大魯閣 恩 中友 恩 NICE 最後 終於看到我們的建築物本身 但我必須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好像沒有一個很 好像有 有一個聚 有一個聚焦的那個匯集點 有一個那個 怎麼講 透視圖的那個匯集點 但又看起來好像有點沒有 就這張圖看起來有一點點的怪 一點點 但是你又說不上來是哪裡怪 一點點 然後施工品質 讚 有放這個 讚 真的讚 對 然後這個應該是剛剛的 示意圖吧 兩個示意圖嗎 還是系列示意圖 這家公司的系列示意圖 然後 一夜市網站 Connection 請各位聯繫 如果你有想要看房子的 另外一個 這一個 桃園的 我後來點開來這邊喔 全部都是往下跑一夜市的 好 我們從頭看 上面 大圖 Yeah 喔 這應該像是網路素材庫 這也感覺是網路素材庫 這個應該是套繪圖 模擬圖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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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nd we got info 他們的 內容 誰蓋的評數規劃 這些 讚 ok location 直接給你一張google map 讚 然後相關的新聞 給你看一下新聞 不錯 ok 其他的建案 然後 預約賞屋 yeah 沒了 順便告訴各位 我桃園的朋友 看到這個建案以後跟我講 桃園哪裡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ok fine 台灣的看完了 我們看日本的 這是也是在Gmail上看到的 然後這是他們的 內飾 就是你一進來的首頁 這是他的首頁 你可以看到他的模擬圖 示意圖 以及套繪圖 你會發現這一張的套繪 右邊這是他們的建案 跟剛剛那一張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感覺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呢這邊就是首頁馬告訴你JR到這裡 然後橫濱的車站到這裡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63平方米 差不多台灣20坪 20坪左右 20多坪 20多坪 賣3900萬日元 對 每個月月繳9萬日元之類的 停車場申請 然後看屋 會送什麼東西 送到八月底 他們的官方的YouTube頻道 我們為了時間上 我們就不放 然後 相關的周邊 一樣也有放 一樣有放相關周邊的夜景景點 Nice 棒 照片又很大張 然後也是相關的周間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其實Model Room 就是 算是 就是什麼 預售 可以觀賞的屋子 然後平面圖 以及其他的設施 他們其實在上面這邊設備 事樣這些都有放 歷史 也包 也包在裡面了 Education 教育環境 什麼東西 交通什麼的 全部通通給你放進來了 哇 然後連景觀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海 還有外 戶外 公園等等 全部都幫你羅列出來 還有建築師 的訪談 公料 物件的選用 好 我們點其他的分頁 我剛剛講的其他分頁 這裡就是他剛剛的模擬圖 模擬套繪 然後一樣 跟台灣一樣 就是會放一些 教育 親子娛樂 然後 離海盡 你喜歡衝浪的人 可以選擇 提供寫真嘛 寫真 寫真 寫真提供 第二 第三 這是第三頁 關於歷史的部分 就是關於說 周邊 北海道 東海道 大都會的脈絡 周代的發展 周邊 的開闢 周邊開闢的發展 以及未來的願景圖 嗯 一百年後 的樣子 哇塞 真的是什麼都有啊 Location 給你一個他們的這個基地位置 Live Location Urban and Nature 有不一樣嗎 有 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的這個地點 距離海灣 多麼近 還是手繪圖 好酷喔 然後呢 JR 橫濱 螢幕前 哇塞 你真的是把所有的車站 羅列的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選Urban 他如果選Lifestyle 好像不一樣 對 你看 公共金融機構 教育設施 不好意思 但是我可能是 我個人Java的問題 所以他的圖 沒辦法跑出來 欸 哇 公園 羅列了 親子教育 哇 學校都幫你全部 親業幼稚園 保育園 全部都幫你找好了 哇 哇 一公里就可以到了 這麼方便 哇 你看這個也是啊 距離大型商業的購物商場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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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他們的點嗎 距離車站的 Hakashi Dosca Station Hakashi? Hakashi? I don't know Hakashi Anyway 嗯 他整個連周邊都幫你 羅列得很清楚 Assess 更大更大區域的那個交通的那個 交通圖 這個是 基地坐落點 東戶總 然後呢 整個 WOW WOW 已經沒有話講了 連車站周邊的車站這個交通也幫你寫好了 到涉谷也只要38分鐘 38分鐘算9 如果你上班的地方在涉谷的話 還好 因為台灣人也是有人 交通時間拉到一個小時多 哇 到蓮倉啊到什麼的 雨天到雨天空港 30分鐘35分鐘左右 棒 連交通都幫你想好了 周邊的設施教育設施 綠原帶也幫你想好了 然後再好像回到建物本身 使用的建材 玻璃 瓷磚 顏色基調都幫你講清楚了 還直接請建築師 來跟你 來跟你就是告訴你這個建案到底是 什麼樣的東西 但各位有一個親身貼近的感覺 親身貼近 I don't know是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停車場 平面圖平面配置圖 WOW 避飾柴面飾柴 裝潢的軟柴 然後 還提供什麼提供這些WIFI的設備 OK 手繪圖 綠植 連綠植的那個 開花的這個 結果的這個時間都幫你寫清楚了 因為 景觀上會有一個點是要告訴人家說我春夏秋冬四季 這個花園 這個 基地 的花 會有什麼樣的顏色果實是有什麼樣的顏色 那整體的氛圍整體的 造景 的那個風格 你要告訴你的業主 停車場 宅配如果你沒辦法收穫 他們有這個系統自動化的系統 然後呢 災害時的這個防災倉庫 防災設備 24小時幫你丟垃圾 OUT 垃圾OUT 24小時OK YA 設備的適樣 聽說這個是New 新的 直接給你看他們的裏面內飾的裝潢 哇 拉樹樓 還有洗 洗 哇洗碗 不是洗碗機 是 轟 轟碗機啦 沒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我想說是什麼什麼洗碗轟灶機 好像很高級喔 沒有就只是轟碗機而已 OK 然後浴室 連浴室都給你看了 哇 3900萬日幣 差不多也是台幣 1000多萬 雖然說小貴 但是他給的東西 也太好了吧 他給的這些 你知道嗎 這是我說的軟裝 液體設施 電子鎖 電子鎖 電子監控系統 DAM Comfort 舒適 舒適 舒適度 等一下我關一下我的手機 DAM 你們什麼都有 連結構剛剛有一個浩瀚 胡冰城這個有放結構 他有放結構圖 不錯 他有放告訴你 他們用什麼 板膜 鋼膜 去膠住 這個也有 讚 連配金都 都畫給你看 然後 牆壁 塗抹幾層 基準強度 耐受程度 多少 室內室外 玻璃 防噪音 防耐症 全都寫給你看 售後服務 還有專有部跟共有部 共用部 可能來幫你檢查 5年 10年 15年 喔 恩 從2020年4月到現在 那也是蠻久的 真的是 包一個保固 然後這個就是 各式樣 樣品屋的照片 樣品屋 陽台 主臥 市臥 廚房 還有一個手繪圖 還幫你 幫你就是這個 怎樣怎樣 兼 兼曲 不太會念 我日文不好 反正就是告訴你說 可能樣式啊 就跟台灣有時候說 A9 A9洞 A6洞 A6型 A6型 A9型 A2型 之類的 房型啦 面積 21屏 多少 多少 B5 type 兩大兩小 住這樣 嘟嘟啊好 對不對 幫你委我好 委我好 Kids room 然後 Live room Close OK Nice 我覺得這樣的畫法也是蠻不錯的 BT5 type 兩大一小 誒說真的他們這陽台空間好大喔 對啊然後B1 type B2 type B6 type 全部都幫你寫出來而且我剛剛講了最便宜的 那個 就是剛剛講那個他們title上面寫三 3900萬日幣的是最小的 好像是最小戶的 誒也不是誒 這是可能現在在賣的吧B7G 其他的搞不好都賣完了差不多平數啊這19 19.88 就把 個性風格 建材的這個標章 環境性能這是有拿標章的 這應該是外部連結啊 好不好 就這樣 這支影片 我覺得 呃 呃 就就 供大家一個參考 台日建商的差異廣告部分的差異 但我必須老實講 如果這是專門給海外的消費者 他當然要越詳細越好 台灣就是還是有那個預售屋可以看 預售的樣品屋可以預約可以看現場 但是相比之下感覺好像都是變成 投資件 或者是 You know 他變成一個不是 真的使用的 消費性產品 房屋到底算不算消費性產品 I don't know Just That's it That's That's all 啊對我忘記補充一點 就是我為了 就是你知道嗎他們的偷視圖實在是看起來很怪我還找到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教各位就是如何 透過空拍 空拍圖然後 把你的照片 能夠完整的披上去 對空拍的角度跟你的建築物的角度 披上去 那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希望大家 能夠更好 No